天龙霸布的第三步 第三步不是马上开始销售 不是马上开始推荐 真的 不要那么急 就好像你推荐你的新人一样 我觉得你帮助他 你引导他 让他建立了信心 让他找到了动机之后 第三步 记住第三步是 你要帮他做一个规划 你要拟定一个发展的计划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计划的 不要当一个无头苍蝇乱飞 没有方向的 这就为什么那么多人做案例 到处碰钉子 那么多人做案例 最后放弃了 不是他没有条件 不是他没有能力 也不是他不想成功 而是他没有做好规划 没有一个计划 各位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计划 都需要一个蓝图 你有没有啊 不要讲说做案例 我觉得盖房子也好 要建造一个汽车也好 甚至去旅行 都要规划的 对吗 我刚刚从欧洲回来 那这次我想要到这一个法国 那个李扬跟那个龙和 因为我喜欢品酒 那我要去看那个酒庄 我必须要先规划好啊 对吗 住宿行程参观的景点 OK 我又喜欢美食 到那个李扬的时候 所有全世界喜欢美食的人到李扬 就是为了这个美食 米其林三星的这个餐厅很多 尤其是那个叫Paul Bucos的 你一定要去 所有想吃这个法国餐的人 到了法国就要到李扬 到李扬就要到这个Paul Bucos去 炒拜 那我也是一样啊 反正到那边去的时候 我就这个跟我太太一起 就这个订了那一家 这家都要事先规划好的 你知道吗 然后到了这个龙和 这么多酒庄 几十间酒庄 几百间酒庄 你要去哪一间 哪一间比较好 哪一间有这个开放 哪一间没有开放 哪一间要事先一页 全部都要规划好的 各位 当然啦 因为我常常理行 所以我可以自己规划 可是假设 你们很少出国的人 没有去过欧洲 你想去欧洲 你自己规划 我可以告诉你 不容易耶 对吗 那怎么办呢 不是说你没有经验 你就不能够去旅行耶 可以吗 那怎么办 参加旅行社嘛 对吗 我们所有第一次出国的人 都是参加旅行社 我早期做案例 开始上到钻石 我去欧洲玩的时候 我也是参加旅行社嘛 因为我不懂嘛 我怎么会去规划 旅行社 所有的行程 那些专家都帮你 完全规划好的 对吗 多少天 住什么饭店 参观哪些景点 人家全部都跟你安排好 为什么他能够安排的那么好 因为人家是专家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伙伴 你们如果是刚刚开始 加入案例的 或者你推荐了一个新人 他没有任何的知识 他没有任何经验 你需要不需要找一个懂得 安利的人帮他规划 对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新人 我给你一个建议 好好的联络一下你的会见人 好好的联络一下你的上手领导人 你的银章 你的弟弟 他们都是身经百战 他们能够做到21% 他们能够做到弟弟 代表说他们已经有经验了 不要忘记 成功最好的方法 就是跟随着成功人的脚步走 因为成功的人已经走过了很多的烟网路了 你的弟弟 你的银章 你的领导人 你前排的这些钻石 他们都走过很多的烟网路了 他们不会指点你错误的方向 跟错误的途径 他会帮助你规划 一个最快速成功的途径 来帮助你发展案例 所以计划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不懂 我们可以请教 这个懂的人 对不对 就好像 我最近在马来西亚 基隆坡我买了一块地 因为我爸爸妈妈的房子已经很老旧了 所以我想盖一栋房子给他们住 那我不会盖房子的那怎么办 我从来没有盖过房子 我怎么办 我们在台湾都是那家盖好的 对不对 那在马来西亚都是自己买地 然后自己盖 当然你也可以买别人这一个盖好的 可是我觉得 我喜欢 这个自己盖 这样的话 我可以盖 我喜欢的那个样子 跟符合我需求的 那我怎么办 我又不会盖房子 那我怎么办 找专家 对不对 我找专家 我找设计师 我找建筑师 对 马来西亚那么多专业的这个建筑师 我找最最专业的这个设计师跟这个建筑师来帮我规划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个专业的就是很厉害 哦 他就问我说 你要几个房间 OK 你要房间多大 还有其他什么用途等等 我就告诉他说 这是我爸爸妈妈住的 然后呢 我盖三层楼 OK 除了楼梯 这个上 二楼三楼以外 我要一个电梯 因为他们年纪大嘛 总不能够每天都这个走楼梯 然后 绝对不可以有这个 那个所谓的那个那个阶梯的 年纪大嘛 容易这个跌倒嘛 所以这专业的人士他都会问我这些问题耶 然后你的房间做什么用 我说我每一年都回去好几次 所以我要一个书房 我喜欢看看书 还有我很喜欢听音乐 你一定要帮我规划一个音响室 我又喜欢泡这个高山茶 台湾的茶很好喝 对不对 我喜欢泡茶 我喜欢喝咖啡 我就跟他讲说 我在这个楼上 我要弄一个空中 小的一个空中花园 盖一个洋 这个 洋亭啊 洋台 遮起来叫什么 洋台 洋亭嘛 洋亭 然后这个 弄一个泡茶的一个地方 然后因为我那个地方 这个眼望 可以望到基隆坡的这个夜景 可以看到这个双塔 非常漂亮 然后 我又喜欢运动 我说你再帮我规划一个健身房 我喜欢 我游泳 我说再帮我弄个游泳池 他问我要多大的 我说这个大小没有关系 不过要够长 真正要游要够长 我要够长多少米 他说20米 我说好 帮我盖一个20米长的这个游泳池 如果不是建筑师的话 他就不可能 问我这些问题了 你明白吗 这同样的道理 各位 你就必须要告诉你的领导人 你为什么做案例 你要做到几% 你要做到翡翠 还是要做到钻石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些你都必须要找一个 有经验的人来跟你这一个 共同的拟定一个工作计划 其实案例很简单的 不是那么复杂的 当然你盖房子很复杂 可是我跟你讲 对这些所谓的architect 或者是这些设计师来讲 他们天天在盖房子 对我们而言是很难 对他们而言 其实很简单 明白吗 同那个道理 很多人不会做案例 他说案例很难做很复杂 可是我觉得做案例 尤其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做案例好像不难 不相信 相信吗 案例我告诉你 真的是简单 要不要我帮你规划一下 来我帮你做一个计划 真的 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去做一个工作的计划 你做起来 真的可以得心应手 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可以避免走很多的那些所谓的烟网路 首先你一定要先了解 案例事业 OK 隔行如隔山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这个做法 对不对 你叫我开饭店我不懂 你叫我开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电子业我也不懂 可是你问我案例 我绝对懂 真的不是那么难的 因为我已经做了三十年了 记住 你一定要先知道案例的整个架构 它的架构是这样简单 案例是一个人助人的事业 你把它记住这句话 MWA is a people helping people business 是一个人助人的事业 你要成功 你就必须要帮助别人成功 你帮助越多人成功 你的成就越高 所以这是一个架构 这是一个原则 你一定要了解案例的整个 他的这个所谓的真谁 人助人 帮助别人成功 你懂了就很容易了的 比如说 你想当翡翠 那么你就必须要帮助三个伙伴 做到DD 你就是翡翠 你想更成功 你要当钻石 你就帮助六个伙伴 做到DD 你就是钻石 你想当皇冠大使 你就帮助二十位做到DD 你就是皇冠大使 所以基本的架构就是帮助别人成功 我刚才谈到翡翠 钻石 皇冠大使 事实上 我都有谈到DD 对吗 换一句话讲 你不管你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是翡翠 钻石或皇冠大使 首先你一定要先做到DD 也就是二十一趴 所以如果你懂了整个他的精神 二十一趴就非常重要了 今天假设 你有一套方法 你有个计划 能够做到百分之二十一 你做到了 你就照着这个计划去帮助 另外的人做到二十一趴 帮助三位 你就翡翠了 帮助六位 你就钻石了 帮助二十位 你就是皇冠大使 所以二十一趴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就开始规划 你就开始要计划 你如何能够用最短的时间 最有效的方法 做到百分之二十一呢 我告诉你 Dr. Jerry的方法最好 4x4 四神四的方法 是最有效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今天假设你要做到百分之二十一 只要你能够帮助四个伙伴 做到百分之十二 你就是百分之二十一 你回去研究一下 案例的业务计划 你就明白了的 所以帮助四主做到百分之十二 你就是百分之二十一 那如何做到百分之十二呢 今天假设你能够做到百分之六 是凭你自己的努力 做到百分之六的 你从来没有做过案例 你从来没有做过像这样的一个事业 今天你能够做到百分之六 这代表说你有资格 你也有条件 你也有这个知识 去告诉别人如何做到百分之六 你说是吗 而且百分之六不是那么的难 哦 钻石翡翠听起来好像很大 好像很难 可是百分之六就不是那么难的 所以为什么你不告诉你自己 你要想办法如何做到百分之六 你就规划一下嘛 我给你一个规划 其实很简单 你就做一个目标设定 三个月之内 推荐二十个顾客 建立二十个顾客 推荐二十个直销商 Rich Divorce的2020 Vision 我觉得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好 观念很简单嘛 当然你不一定要三个月之内 就建立二十个顾客 跟推荐二十个直销商 你可以用两个月啊 你也可以用六个月啊 你也可以用一年啊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目标不一样嘛 每个人为自己所设立的进度 都不大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问一下你自己 你有多少时间 OK 你愿意花多少时间 你愿意多努力 你又想多快成功 你自己评估一下 然后你自己做你自己的规划嘛 总之我的建立是三个月 建立二十个顾客 推荐二十个自销商 如果你能够做到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真正做到的话 你真的已经百分之六的 你相信不相信 其实当你建立二十个顾客 跟推荐二十个自销商的过程当中 可能已经远远超过百分之六了 所以各位佛派 今天你能够做到百分之六 然后你再帮助世主做到百分之六 你就是百分之十二 如果你继续帮这世主从百分之六 做到百分之十二 你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一了 所以这是架构 你明白了整个安利事业的 这个基本架构之后 你就懂得如何去拧定 你的这一个工作计划 你的发展计划 好了 这是天龙八部的第三部